比特币和以太坊领跌整个加密市场 整体的一个加密行情的话 都出现了一个急剧的一个下跌 FDT跌幅高达89 那么火币的一个平台币跌幅高达31% 比特币跌幅差不多20% 那么以太坊也是跌幅非常的深 也有25% 整体的一个加密行情的话 都出现了急剧的一个下跌 目前整体的行情的话 是不是一个超级的机会 如果你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话 那么赶紧去订阅狼眼的频道 点击狼眼的频道之后 点击简介栏这里 就可以去免费去加入狼眼的电报群 那么今天的一个恐慌碳碳指数是在29 除一个恐慌 囤配指标的话 是一直是在超级线下方的 重新回到超级线下方 是一个不错的抄底的一个机会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新闻面 新闻面的话 SO要的话已经停止这个合约的开仓 防止别人去做空 那目前的话 它的一个价格已经被打压的非常低 那么FTX的话也是遭受很多问题 那么美国司法部进行调查 而且的话 它的一个缺口的话 是缺了80亿的一个缺口 那么美国SEC的一个主席 对也是严厉潜洁的FTX这种行为 挪用用户的一个资产 是吧 那么也是遭受了一个崩盘的一个情况 所以说整体的加密行情的话 陷入了一个恐慌的一个情绪 目前的话 比特币的价格是在16200多美金的位置 最低的位置已经跌到了 我们的一个15600美金的水平 直接是插破轨迹是吧 当然我们在上方18000多美金的位置 是做一笔空头下来了 在这个18500美金左右水平 我是做了一笔空头到17000这个水平 所以说这一段的话 我们是吃到这一段利用的一个做空的 那我也是有塞在我们的一个免费电报群里面 是吧 做有一笔的一个空头 这个位置这片区域是拿下来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片区域 这个区间我们是拿着来这一片区域 也就是10%左右的一个跌幅 那么接下来的行情的话 比特币会不会继续向上跌 以及抄底的最佳位置在哪里是吧 之前我们说过了这个17600美金 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底部 它还会可能会继续向下跌的一个情况 是吧 之前我们有说过了 这位置不是底部是吧 那确实是现在已经跌破了这个支撑 最低的位置已经来到一个15600美金 前两个星期之前我都说过了 它的一个底部不是一个17600美金这个水平 那现在的话它已经跌破 而且的话它沿着一个曲线下方的话位置 逐渐是形成一个蔓延的一个空头趋势 非常明显的一个蔓延的一个趋势 之前它是有一波突破 突破之后它形成了一波上涨 但是来到这个位置 这位置之后它就没有重新去 这个位置并没有去反弹到上方 所以说这个位置的话 我就叫它在2万美金进行一个做空是吧 当时跌破这个位置叫它进行做空了 如果在上方一直做空下来的话 已经有25%的一个跌幅是吧 那么现在的市场行情来说的话 整体的一个加密行情的话 属于一个恐慌的一个情绪 那么可以看到现在的话 它已经跌到1万5千多美金的位置 跌幅我们可以去看到跌幅接近多少 是吧 可以测量到它的一个跌幅 测量一下它的一个跌幅 从这个上方的这个高位 6万9这个水平跌幅跌下来 跌到现在的位置 最低的位置的话 跌幅是接近77% 那么上一波牛市最底的一个位置的话 它从这个1万9千多美金的位置 跌到下方这个水平 跌幅高达85%左右的一个水平 跌幅 那目前的话如果跌到85%的话 那它应该会回到1万3 1万4左右的水平 所以说你现在的话可以 然后也认为的话 你可以在1万6附近去买进一部分的一个比特币 是吧 在这个位置买入一部分 1万5千多美金的位置 买入一部分的一个比特币 然后买个50% 如果跌到1万3 1万4左右的水平 你再全仓去买进这个比特币 我认为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抄底的一些思路 把它均摊这种风险是吧 即便它跌下来也不用恐慌 涨上去也不用恐慌 自己手里面有筹码是吧 跌下去也不用恐慌 它去抄底就行了是吧 那么现在的一个思路的话 未来这两周时间里面 是一个绝佳的一个抄底的机会 如果你错过了 你可能要再等个几年的一个机会了 是吧 等个一两年的一个机会 才有这样的一个 那么低的一个位置给你买到 那么便宜的比特币 而且才打了那么多价格的一个比特币 所以接下来的行情的话 然后也认为的话 会是一个不错减便宜的时候 当天上掉刀子的时候 就是你捡便宜的时候 那么现在一万多 有点像之前这种行情是吧 这片是吧 连续两根阴线下来之后 两周时间 两到三周的时间 跌到下方的一个底部的一个位置 那目前的话 这个位置有点相像是吧 在这位置再插一根下来 比如说插到下方的这个位置 一万三一万四左右水平 我认为是一个不错的一个买进的机会 一万五以下 一万五都是一个不错的一个超底的一个机会 反正这一片区域不断的去买进就行了 没有太大问题 剩下的话交给时间 我相信在未来的几年时间里面 你会感谢现在超底的自己 因为的话你无法买到这种价格 这是比特币 那么以太坊也是一样的情况 以太坊的话 上视频我说过 它仍要去再去测试一千美金 甚至是八百美金这个水平 那上个视频已经画出来了 这线还在这里 所以说现在的话 它到达下方最低的位置 一千美金了是吧 但是它的一个底部还没有去破 之前的一个八百多美金的位置 还没有去破 所以让因为的话 它的一个底部还是没有去重现的 让因为的话 它以太坊的价格应该在八百 九百美金以下的一个水平 才是一个真正的底部 反正现在的话 它还没有去跌到一个很低很低的位置 大家可以去继续去关注 如果再往下继续跌的话 大家可以去继续在下方的位置 六七百美金的位置 可以去买 买到以太坊 我认为是不错的一个价格 如果你害怕的话 现在可以去先买一部分 在一千美金附近 可以先买一部分的一个以太坊 再往下跌的话 继续去抄底 没有太大的问题 在未来两周里面 都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抄底 一个机会 如果能够抓住的话 在下一波牛市十倍 不是没有太大的问题 是吧 十倍的一个收益 没有太大问题 而且的话 它现在的话 这个趋势 仍然就是非常明显了 到达这个位置之后 就进行向上跌 而且压制已经来到下方 很低很低的位置 这个支撑 在一个九百多美金 更强的支撑 是在一个八百多美金的位置 那么接下来的话 它在位置震荡一两天之后 它可能会继续向下 去下跌更深的一个位置 那么现在超度合约的话 风险还是比较高 还是抄底现货 还是比较安全的 再往下跌 不错的一个抄底的湿度 反正一直跌一直买 每次买个5%到10% 分批买入 买到最后 你发现均价应该是在平均的一半 比如说它的一个底部是在六百美金 可能你的一个均价 可能就在八百美金左右水平 是吧 这样的话 不仅可以摊了你的风险 而且的话 整体的话 你不会产生很大的一个情绪的一个变化 有助于你对整个市场的一个了解 那么再来看FTT的话 FTT的话已经彻底是爆僵了 爆雷了 最低的位置已经插到1.5这个位置了 再往下的话应该是归零了 是吧 那么上个视频我也说过了 它是直将要是归零了 是吧 这一波是吧 用户的资产的挪用了 那肯定是提不出币 提不出币之后 那么将引起 恐慌带崩很多个币种 是吧 会引起整个市场的一个行情的变化 而且欧要的话也是 是吧 从30美金20多美金的话已经跌下来 目前的话到13美金啊 接下来的话 它可能会去 去跌到3美金主要水平 3到4美金主要水平啊 那么接下来的话 它的一个币种的话 肯定会去抛售啊 因为这SO要的话流通性还是比较好 所以说首当其冲 可能去抛售这种币种啊 那么现在整个市场的行情的话 都是在不断的去下跌过程当中的话啊 不要去轻易去抄底这两个币种 SO要和FTT 那么抄底的话首选比特币和以太坊 其他的币种啊 先看着是吧 等到牛市起飞的时候 再换成其他的币种啊 那么目前的话抄底首选比特币和以太坊 好我们今天的内容的话 分享先到这里啊 大家如果还没有点关注的话 赶紧去点击订阅 去订阅狼眼的一个频道 订阅之后 你就可以去发现很多新大陆啊 很多一个赚钱的一个秘密都是在里面的 好我们今天的一个分享啊 先说到这里 大家没点关注 点点关注 点点关注的话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